眾議院的一個眾議員在20號接種了 第二劑的輝瑞疫苗 然後在29號的時候驗出陽性 那我們知道當然這個不管是第一劑或第二劑的 疫苗 他要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其實都不會是在 第九天的時候就可以去這樣驗證 我們一般打完疫苗 之後要等14到21天之後 才會認為說應該 可以足夠產生到濃度夠高的這個抗體 所以一種可能性是說他之後還是會產生 足夠的保護力 但是因為是在打完第二劑的第九天 就去做檢驗 所以這時候其實還沒有產生 足夠的一個保護力 剛才講說美國的議員 不過疫苗整體就是這樣子 現在就是 從也跟大家也報告過幾次 那疫苗當然一定有 它的一定的有效性 那就一定有人是沒有效 那另外一個 大家有效之後 他有效的期間 到底多強 或是他產生的中和抗體的強度 到底多強 那會不會 那有了抗體 身體是不是同時也 會存在病毒 活的病毒 而且具有感染力 那這些都需要現在 很多國家開始在打 那有相關的 數據可以讓我們再檢討 我們整體的疫苗的政策應該能夠更精確 眾議院的一個眾議員在20號接種了第二劑的 輝瑞疫苗 然後在29號的時候驗出陽性 那我們知道當然這個不管是第一劑或第二劑的 疫苗 他要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其實都不會是在 第九天的時候就可以去這樣驗證 我們一般打完疫苗 之後要等14到21天之後 才會認為說應該 可以足夠產生到濃度 夠高的這個抗體 所以 一種可能性是說 他之後還是會產生足夠的 保護力 但是因為是在打完第二劑的第九天 就去做檢驗 所以這時候其實還沒有產生 足夠的一個保護力 那第二種可能性是說 他後來確實也沒有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那 就是所謂這種對疫苗反應較弱的人 那這種 的話就是比例上當然不會太高 所以 現在這兩種情形都有可能 就是後續還要再看 這個 他整個 假如有在繼續追蹤的話 他這個疫苗的保護 效果到底有沒有出來 不過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各種疫苗的 臨床試驗都是以有沒有發病 有症狀的發病來作為他這個 是否有效的一個判斷點 所以無症狀 這位中醫院 他驗出來陽性的時候是無症狀 所以無症狀的 這種代言 事實上並沒有在一般疫苗 臨床試驗的評估當中 所以這種情形其實 也有可能是在疫苗打完之後 他不會有發病的情形 但是是有可能有這個短暫代言的情形 所以目前來說 這個故事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就是說 打了輝瑞疫苗 兩劑之後 他確實就沒有效果 因為他是在 打完第二劑的第九天才去做的檢驗 後續還需要再觀察跟研判 建出自己的口才是慢的 自動口才去酬的